基本上它的語法就是一個Selector 那Selector可以選身上可以選很多東西 裡面呢它很多的Property Values 我在後面定義 所以等於你可以想這不過是一個設定而已 我選一些東西做一些設定 你實際上都要這個 可是設定是不是只有 CSS 設定 不是 有一大堆可以做設定的東西 大堆設定的 那 CSS 其中的一種非常 基本非常重要的一個 尤其第一次碰的人 大家要特別注意到 那Selector它可以選好幾種做法 等一下我們會看 那這裡的例子就選一個HMN元素 那它還可以選這個叫class selector 那等一下我們會去看到class 後面會有更像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定一些所謂的class 還有 pseudo-class 我們還可以選一些ID 就在文件裡面呢 其實我們上次有稍微提到 HMNL其實它不只是一個文件 過去一開始的HMNL只是一個文件 只是一個這個 就是文字的文件 那到了後來 HMNL出來以後 或者Dynamic HMNL出來以後 那我們每一個丟到 從那個伺服器 丟到我們看一段 瀏覽器的網頁呢 它都當一個什麼處理 它都當一個數來處理 它是你們資料結構裡面 學到的一個數 那個數呢 你數裡面每一個元素 都可能有它的名字 有它的名字 然後數裡面都有它的位置 那所以我們處理的時候呢 可以針對它的元素來處理 我可以針對它的名字 它那個 我們一個網頁丟到 它裡面的每一個元素 它都有一個變數名稱 可以針對它的變數名稱 ID來處理 那我們自己還可以定義的一些所謂的class 一些 一些這個 cssclass來處理 所以 但它基本語法呢 就是selector property value selector 然後大括號 然後裡面 可能有 一個或多個property value 這樣的語法 所以 synthes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也很簡單 它語法就長這個樣子 你知道了就 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有一點看不懂 覺得奇怪 怎麼搞的 就這個 什麼叫selector 什麼叫property 就是永遠在混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基本語法 是一定要知道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到底有哪些selector 這一張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 HRIH2呢 它就是 它的selector 就是 我們最前面有selector 然後大括號 property value 它就是select元素 那 那你就可以用 用這個元素 來這個 來 來做這個 來選擇特定的元素 它要變成什麼樣的特性 它要什麼樣的property 那 那你選元素的話 你所有的元素 通通都 都被選到了 怎麼辦呢 我只有在這一段的 HRIH2 我想給它這種特性 其他的 又想要 我這邊這一段的HRIH2 我想要給它紅色 另外的HRIH2 我想給它黑色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忙 就是用division 等一下後面再談division 那 那另外一種呢 就select選擇什麼 選擇所謂class 那 這個class呢 它語法上也有特別 就是 它那個語法是要 begin with the docs 有一個點 然後可以apply to any element in web page by the class attribute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特別的特性 很複雜的 比較複雜的特性 那並沒有 並不是針對某些元素 你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到 所以我就對這個 所謂的 這種style呢 我給它取一個名字 叫做class 你只要用到這個名字 等於是 我把一堆style 或一個是一個特定的style 我給它一個名字 那這種名字呢 等於是 在starsheet裡面 有另外一種變數 然後我們看例子 可能會更清楚 那你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你在HTML裡面呢 你想要用到這種style的時候呢 那你就把這個名字 拉過來 就用這個名字 這個叫做class 現在看起來有點模糊 但是我們看到例子 你就會覺得很簡單 所以它是可以選擇元素 像HLineSchool 那最簡單的 class 還有一種是 id 那這個id的話就是 你可以apply 任何的元素 然後用這個 用這個ponsign 後面會看 那id跟classselector呢 讓我們specify same element different to 它也可以讓我們 對某一個元素 我用不同的class 來表示它的style 或者是 某些元素 它可能可以 在這個時候 我用這個class 在那個時候呢 我用另外一個class 這個都可以 這很多的 很多的這種用法 那我們看到例子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一點 慢慢看 我們先把這個 css裡面比較重要的一些 特性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再來 就是 cascading the order 就是 這些style呢 我們定義了一些style 他們互相之間呢 可能會 有conflicting 有衝突 衝突或矛盾 就是說 我定義的style 跟你定義的style 可能會 有矛盾 那為什麼會矛盾呢 其實就是因為style 我們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剛才我們稍微提過 提過一種 如果存在一個檔案裡面 所有全輔大都在公用 那就是external style sheet 就是 大家 所有的人 我通通可以共 它單純有檔案 那external 它跟我HMail不是擺在一起的 那是一種 那另外還有一種的 browser user agent default 我可以定一個style sheet 是給我這個瀏覽器用的 這個瀏覽器 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 特別的style 我這個 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顏色 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 就你自己把它做一個 對你自己的客製化 那 本來瀏覽器面都會有 都有 default 那你可以 你可以修改 這是一個 然後internal embedded style sheet 這個是比較常用 像我們上課的時候 例子大部分都會用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我在HMail的這個 一個HMail檔案裡面 我在head裡面 特別一塊 一塊 地方 它跟HMail擺在一起 然後呢 它是embedded 它是在這個 HMail裡面 head session 比如說HMail裡面 有head 有body 有兩個 這個 有head的這個部分 有body這個部分 那head的這個部分呢 它是 可以放一些 assisted 那另外還有一種 是我們 像在Google site裡面 好像只能用這種 Google site它不讓你用 用這個 用很多的style 你只能用internal style inline style 不是internal inline inline style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能夠 你在head那個裡面呢 你都不能夠自己定義style 你只能跟 一個 定義成一個style的屬性 在元素裡面 在每一個HM元素裡面呢 你可以定它 一個屬性 那怎樣我們這個語法都會看到 我們先等於 先有一個概念 它寫法有好幾種 它基本的那個語法呢 就是selector property value 就是那個樣子 但是呢 它可以放在什麼地方 它的用法呢 有很多的變化 可以放在 一個HMail的元素 一個元素裡面 可以放在這個 一個HMail裡面的head session裡面 可以變成獨立檔案 或是這個browser 也可以定義自己的這個style 好 那我們 我們就從 從最 應該說是 優先順序最高的 inline style 就是說 我把 inline style就是 我在HM元素裡面 我給它一個 所謂的style的屬性 然後後面再用 property value 就是再定義那些東西 我給它style的屬性 那 那我們直接看例子好了 這邊有很多說明 那 inline style基本上 它並沒有真正的把 presentation跟content的 做分隔啦 但是 它是一個很強力 就是 你到某一個地方 你就想要改一改它的style的時候 最簡便的 一個方法 像比較這個 但它的優先順序也是最高的 因為它apply的範圍很小 這裡可能 這個字很小 對 因為投影機的這個關係 那 我大概的 大概的說明一下 好了 那這個 你可以看這邊 這比較小的是黑色 比較大的字 黑色的 這個是比較大的字 是 藍色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去看它的那個 HML的部分呢 你 眼力很好看 看不太見 我到這邊再看得見 這個 大概有三個paragraph 這個 HML裡面呢 這body裡面有三個paragraph paragraph 那 這邊是head 這邊是body 長相到這個樣 那這個 三個paragraph呢 這個一個p 就後面顯示字比較小的 那這邊是一個paragraph 寫字比較大的 那 那 這個裡面 大家知道 HML還有黑體字是什麼 它主要就是兩個inline style在這裡 上面這 這個第一個paragraph 它沒有任何的style 在這裡呢 這paragraph 這個p 裡面 這p元素裡面 它有一個style 它的found size 20個point 那下面這裡呢 有style等於found size 20point 然後color呢 就是那個藍色的 所以它在這裡面 style 在這個inline style裡面呢 它style變成一個 某個元素的屬性 那個屬性的後面呢 你可以把它寫 寫 這個 它的property column value 它style變成一個屬性 所以 它的有效範圍 就只針對這一個元素 針對這一段 所以呢 有三個paragraph 這個paragraph裡面呢 它沒有用到任何style 它沒有設定這個字型的大小跟顏色 那這一個paragraph 這一小段呢 這個paragraph 它裡面也有一個style的屬性 它設定它的found size 這個大小是found 是20個point 那這個裡面呢 這個paragraph 它設定了字的大小 同時也設定了字的顏色 所以兩個property 一個是found size 一個是color 所以 它的這個 看不太清楚 如果有投影片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看 這個style的found size 跟這個color 這兩個部分 ok 那 所以那個 那個 inline style 它是指對這一個line 這一個元素 有效的 可以用在 用這個style的attribute 那個style的這個字 style 它變成一個元素裡面的屬性 這種做法 那我們來看第二種 剛剛 inline的優先順序最高 第二種是 我們課本裡面的例子 大部分的例子 你看到的 這個 這個影響效力 是針對你這個文件 這個HML文件有效的 就叫做internal style shape 或者是embedded style shape 嵌入式 或者是內部style shape 那 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在inline style 裡面的style 那個字 是當作一個屬性 那這裡的style 就變成一個元素了 然後 它裡面 也有很多的 這個style style class 或者是 我們剛剛看 說這個 可以定義class 還有property value 然後很多的multiple property 用color來做分號 其實這個我們剛剛其實都已經看過了 那魚靶 這邊在介紹魚靶 魚靶其實我們剛剛前面都已經介紹了 那 我們還是直接看例子 會比較 會清楚一點 會快一點 那 那這個 font的位置 如果是font的話 相對的有很多了 如果是 要定義字型的話 背景的顏色 或是 font size font family 這些如果是定義字型的話 有很多這些可以 可以做的 那我們 我們類似的一個 我們看到 跳到這裡來 這個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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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用HTML 直接也可以達成這種效果 然後上次我們HTML 就 例子裡面大概就 那 現在這裡的輸出是什麼 你看它好像是 有幾個 這是head 這也是h1 那 這邊h1的顏色是這個藍色 這邊h1的顏色就是黑色 這就是這個paragraph 這就是這個paragraph 那 我們看第二個paragraph 這 這一頁這裡是第二個paragraph 就下面 第二個paragraph 它這裡 是h1 client 所以就是client client 直接 那第二個class 等於special 所以這邊這裡 這個paragraph 它用了一個所謂的class 我如果你記得 我剛才講到那個 css裡面的那個 selector的話呢 selector 就是這邊selector 它可以選幾樣東西 它可以選 HTML的元素 可以選element 它可以選class 它可以選id 那這邊它就選了所謂的class 那個standard 有不同的這種 這個選法 那這邊 那這個special這個字是哪來的 是我們定義的 等一下我們回頭看就看 所以這個很像 這一個 它下面這些東西呢 它就有變成這個所謂的special 然後這裡有些em em是這個 鞋底字 所以它這邊有用到鞋底字 鞋底字 它這裡是黑色的 em這邊 然後上面可能也用到 我們看看它怎麼定義的 我們再來 再來check這個效果 那這邊是 就是 所以這是HTML 它有headSession 有這個bodySession body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就是一個head 然後paragraph 然後後面第二頁head paragraph 那 那現在我們要看例子是所謂的 internal 或imbedded css 那 或internal 或imbedded style 那這個style的話 它的 寫法是 我們剛剛最 在前面的例子 我說inline style inline style 它的